今集, 韓宇就会遇到人生中 最艰苦的一场战役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巨鹿之战 在打这一场仗之前 韓宇做出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就是命出战的楚军破虎尘舟 所谓虎, 就是用来煮食的器皿 打烂了所有煮食的虎窝 作尋了所有的船 以时缺一死战 后人形容些人, 先断后路 决心勇往直前, 做好一件事的 就叫破虎尘舟 在破虎尘舟这场战役里 其实还有各国的诛侯军参战 但是他们都怕死 只是爬上壁里上, 隔远观战 后世人就形容 只作局外观战 而不肯参与, 又不作表态的人 我们就说他作逼上官 向Heen 不肯参与 世界谊 又不肯参与 天野已棄 定谋带此从天飞 两座圣祭做时机 恨红统变天错看见 空谷成败看无足先机 用两身天章踏下路叉气 用当心一生霸烟盘发飞 梦才恨出世东高可霸天 天灵难飞 你醒了? 我怎么在这儿? 你跌倒到马云祖了 是呀,我当时嚇得傻了 幸好袁帅爺及时将你抱起 是呀,三君不是准备出发的吗? 别说这事,先喝一碗茶 啟稟元帅 什么事? 樊下赴以三君准备奏水 敦请元帅下令起行 你和我通令三君 在这里揭食多个天,明早出发 领命 元帅,千万不能因为如己一人 耽誤君情 君情的事你不需要用来 你只要好好休息 元帅… 阿富,你得过神机描述 一切如你所言 我们还要延迟君情到何时才起程? 你总要何时就何时 老夫要回去居朝老家 你的事与我无干了 阿富,反正都是延迟君情 那明天起程有什么相干? 无相干? 你答应我老夫会专心一意轻楚灭巡 老夫才出山附在于你 你竟然一在伤气 我哪里有伤气呢? 我韩羽是专心一意的 你不要 你心目中只有如己的不祥人 你居然为了他延迟君情 没有人可以令你这么做 我又何来有延迟君情呢? 一切都是照阿富你意思去做的 你当阿富老眼分化? 阿富,你竟敢当天立誓 当真并无私及判念仪女私情 是呀,我喜欢于姬 但是有错吗? 于儿,自古英雄皆豪 这一点阿富也明白 但是你偏偏对于姬这个不祥人 用情太深了 那是因为于姬的与别不同 值得我爱他一生一世 他要害你一世才是真的 阿富,我和他起过卦 补损过他的命 他会迎黑你,害你不得善中 夠了… 你一天堕黑就说于姬是不祥人 一会儿就说我二兄刘邦 是我天生死敌 你肚不如说我韩羽的命生得不好 为何在刀将罪名交于被人身上呢 你真是狗言不善 我韩羽是绝对不信命 在刀和于姬在一起 走最为伤身 请元帅淺尝即可就好了 你怎么走 于姬特来向元帅辞行 也希望元帅归还祖传的天子劫 范阿富和元帅情同父子 他助理平定天下 有如半壁江山 我不想你们因为我 而生廉归 你又听到我和阿富的对话 于姬相随元帅左右 是为了了解元帅的为人 既然清楚是于姬误解了元帅 也是时候离开 我不让你离开 二帅 范阿富他说得对 为了汉家的千秋戒业 不长剑,你不应该留 不长剑,你更加不应该留 一派胡言 你也相信你这么虚妄的说话 元帅应该以大业为重 为天下苍生,土佛报仇 于姬 等到今天你还未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 于姬主意已决 我会回家乡南帅 待元帅打叶有成之日 亦是我们两个再见之事 好了 我叫龙追选你 他日代恶福,必尽复复处 我一定会能否接你 范阿富 不知道这么急叫我来有何吩咐 韩庄,你和我去杀个人 谁? 余姬 好 元帅 我叫你护送余姬回南帅 你怎么会在这儿 看着说,元帅有紧急军情与抹杖去办 余姬现在由他护送了 唐将军,天快就黑了 我想我们应该找地方休息一下 不用了 余姬,请受汉获一拜 韩庄君,什么事?你先起床吧 我韩庄从来不杀无辜 更加不想相及苦云 但君令如山,不可不幸 是范阿富派你来杀我的 没错 余姬,如果你是什么遗义或遗军 韩庄便必尽力替你完成 我明白,范阿富他想斩草除根 不想我这个不祥人窩及汗缘水 那好吧,余姬唯一的心愿 就将这把天字叫沉入大缸 让他和我这个不祥人一样 永远沉没人间 永远不会迎客到河缘水 血准一下 �姬就知道这块 我把血筒差过来 你我不客气 啊,为什么呀 飞天啊,而天啊 一 metall slower 妈,梁言,айтесь 我之前听到这 want 好, ma, Pinterest 我께서 insulting你 我 article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基 你被他跳下去 是不是 袁世 袁世, 我對不起你 要殺就殺我 我 好 阿神, 你這個老貧富 阿神, 你知不知道你扮了死罪 阿神, 老虎沒罪 如今只是個肉質女子 你竟然狠下心存, 喊杭莊追殺他 讓他在將來透過之盡 殺得好, 是老虎要殺這個不祟名 杭莊只是奉命行事 要攀要殺, 你就殺我一個 好, 官法不可為 凡攬殺無辜者, 斬 元帥 元帥, 千萬不可衝浪 范阿父乃父世之罪, 萬萬不可殺 你竟然為區區一個女子要殺老虎 老虎死不足成 可惜的就是項羽里 輕楚滅除大業, 再無可為了 元帥 元帥, 范阿父去卜引兵鴨 兇懷妙算, 逐次多謀舉世無雙 求元帥你重慶發狼 元帥, 要殺就殺我杭莊 留住阿父代你藏謀獻賊 直取咸陽 求元帥以大局為重 求元帥以大局為重 月兒 你忘記了你叔父項梁的大壽和遺旨嗎 如君秦兵統在張漢在前 那姦慶小人鬆意在後 你叔父的大壽未報 大楚未興, 報春未滅 兒哥的遺旨也未了 你現在還有殺了一個 關乎到全國的眾神 元帥 如機雖然投河自盡 但是一日未找到屍首 一日還有生機 不如讓卑姐帶人四下搜殺 其他的事, 遲些再處理吧 就算反轉張河 也要找回如機 隱藥 去找找 你們兩個, 在這兒 是那兒分頭的 小心點找 袁帥, 屬下武林 我搜刷了三日三夜 沉騙了張河上下游 都找不到余機的宗席 二…三天了 妖斬妖殺, 識除諸辯 你身為三軍統帥 不可以就此不理, 亡卻大業 如意… 范阿傅, 你已經等了三天三夜了吧 對了, 阿傅, 你已經一百年多了 萬一病了, 有甚麼差池怎麼辦 那怎麼辦? 老夫就算死, 也要等羽兒出來 死在她面前 袁世 袁世 羽兒 袁世 袁世 阿傅, 如意日後 還有很多事要你指點 余 кот, 如意日, 如意義這條屎就找不到 不過就有另外一條屎送回來 輪胎 力先生, 真是的 憑他三寸不爛之事 令他自動開城投降 本宮, 你看 前面站滿了人, 見不到的盡後 甲道歡迎連綿十里 是嗎?甲道歡迎 連綿十里? 當你看到百姓甲道歡迎連綿十里 你就要打開第一道金螺 賤軍情自尋逆境? 張仕徒, 怕我走得太快? 是要找些阻礙嗎? 就算人家不阻礙, 自己也找些阻礙 這樣來賤軍情? 培公, 闖入兵媒障寡, 輕易攻陷他 我們要取先機, 必須攻其不備 請培公馬上下令, 攻城 好 任職, от hero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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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廉 太殘忍了 太殘忍了 太殘忍了, 有傷天理 傳令下去, 鳴金收兵 鳴金收兵? 鳴金收兵 不是吧? 收兵 這樣就這樣就快攻進城了 這個時候來鳴金收兵也有 兄 范范, 先別這麼衝動 聽配公怎樣解釋吧 我看雙方傷亡慘重 血流成河真是慘不忍倒 明金收兵也沒有錯 我真不明白, 配公 我們還沒正式攻上去 再說, 秦軍那邊沒有傷過一兵一卒 經過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這邊只傷到七個兄弟 我們那時候在配完整天打架 每次都傷十個八個 那配公怎樣慘不忍倒 說吧 那現在不退了, 退了 就乘機休養生息休息 先休息三天 糟了 糟了 什麼事? 這就是…這就是趙國太子 帶他回來幹什麼? 這就是大王所納的兄子冠軍所犯的罪證 宋慶家?他不是去了舊趙嗎? 宋以命為舊趙 實際團兵安揚, 隔岸搬火夜夜生過 可連趙國軍民 被巡兵重重遺困四十幾人 幾間不斷有死事得為求救 可惜都被巡兵一一截殺 和趙國太子也難同握運 和趙將亡被亂箭射死 你一卷就在趙國太子屍身上 搜到的求援書 裡面一字一類寫著 趙國刀成, 糧草殘盡, 機民相食 百姓的攀食屍體衝擊 你們, 你們全部都是宋義一手造成 宋義有肉大王之命 有父趙國萬民之亡 大王, 你說這個狗賊值不值殺 值不值殺? 值不值殺 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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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膽敢以下犯上 算是死罪 是呀, 唐將軍 宋元帥乃是我們盟軍的最高統帥 你這樣做, 未免得是個大役不道 大役不道那是他 他犯了三大罪, 當立斬 唐將軍, 宋元帥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不顧同盟之爺 在定途一役, 捏造假軍程 指令漢良、漢魯將軍 予及我左軍而先三萬八千人 百百枉死自罪 此大死罪一 他挾持懷皇 將懷皇弄弄於股長之族 弄權謀私, 打役不道 此乃死罪而言 懷皇命他領兵救治 他就在安寮這裡團兵四十年 其間只顧自己飲宴作露 不顧照顧軍民毅在丹城 有懷皇命此乃死罪三 被獄狗賊 只想助手如人之利 人身功分, 喪盡天良 又如何殺他, 你說天理何在 狂瑜, 我送賢乃為皇所立的三軍統罪 你敢殺我 那真是有點說不通 不如我們先行就請懷皇再行定奪, 好嗎 是… 皇命在此 你懷皇命我斬殺他 拿他人頭去監見他 是呀 是呀 不會的, 是皇對我言聽計從 不會殺我的, 肯定歉持壞皇 是呀 我鴻魚斬殺宋賢 言個心中無法的, 站出來 宋賢的惡幸實在是慶祝萬書 是呀…你指出他的三大罪狀 只是證據確鑿, 簡直是大壞人心 是呀, 大壞人心 這次撐已除, 苟趙為先 我陸國民軍立即倒缸 到照刀舉錄, 以從軍拳一死戰 叛宮 為何這次又打打艾收兵 第三次了, 每次都差不多 預備攻到入昌一城, 你就叫退兵 我們只在這裡已經十幾天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們的西路大軍一定不夠項越東路大軍快 是, 有道理的 有什麼道理? 就是不想濫殺無辜 你們想想 我們開始的兩三千人 到現在號稱五萬大軍 什麼道理呢? 道理在這裡就是一句 人不者無敵 人不者無敵 異議 當初你又要先殺宋二水取鹹陽 為免福貴壽定 阿芙都同意, 還幫你籌謀 如今宋二二殺 你不秦東路入關中鹹陽 反而北上巨鹿 要和秦軍張寒決一四戰 那就太過不治了 七兵, 我們可以調動兵壞有多少 你真的要一意孤行 張寒的老匹夫雖然殺了你叔父 但你誠大要者 絕不能為一己之縣 而稱匹夫之勇 以縱觀全局 不, 為了殺宋二 我們已經耽誤了個幾月 我們的東路大軍 再不出發到關中鹹陽 就會被劉邦的西路軍折捉先登 先入關中圍禍 當時殲下就會被劉邦所斷 羽二, 你一定要聽阿芙說 英暴龍追聽命 羽二 羽二, 如果你還要生阿芙殺了羽姬的話 那你可以殺了他的屍份 這場敗仗絕對不可以去打 自吹滅亡 請武龍追聽命 揮授 立即傳我第一道軍來, 黑日渡江 大家快搬上船 快點 沒理由, 為什麼要渡江 不要渡江 元帥有力, 全軍慶章出發 不得有誤, 全部聽著 藏元帥第二道軍令 擊破所有苦全 把所有主席用的苦窩 好, 那我們哪有戲劇煮食 不用打, 我去都餓死了 軍令如山, 為令者 三 打破所有苦窩 都沒有煮食, 餓死了 餓死 餓死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又明白了什麼? 贏了, 這次贏成這樣 我們贏成這樣 什麼? 贏了 學生, 你發什麼瘋? 我不是發瘋 好一個項羽一定一定贏, 真棒 我們不僅要打破所有苦窩 等一會兒我們還要把所有的船 根據史記韓宇本紀所在 韓宇親率兩萬子弟兵 要將水道降, 下令擊破所有負責 希望, 為 long項羽 就算熱, 無 lib堂祈九, 睡常犯牢 責案, 蒔 Manchester, 世光令治愈有め惺 全身的決心 公元前二零七年十一月 航與親率兩萬子弟兵渡江北上 與召刀巨鹿 與秦孟帥將韓所帶的三十萬大軍 展開血戰 巨兵精銳強大 而韓越的子弟兵也訓練有數 而一的十 慶死奮勇力戰 血流成我 戰情無比的慘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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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國諸侯見兩軍擊賜莫不膽箭心經 始暗登上用作阻擋公字的 壁女上官字 也就是後世所指的作壁上官 洪雨神威嶺嶺勇猛無恥 竟於三天內糾戰張寒 張寒敗退, 下令撤軍 韓家軍越戰越勇, 韓羽領軍窮追猛打 敗退的巡軍一聽到楚軍的號角聲 來會奔徒, 人不及駕, 馬不及安 韓羽經過三天決戰 終於大敗巡山軍統帥張寒 殺傷十萬巡兵 張寒被逼退守下谷瓜 發殺死在恐不及 殺傷十萬巡山 可是你一定會以戰 殺傷十萬巡山 殺傷十百萬巡山 殺傷十萬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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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妳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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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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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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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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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項羽憑如破古沉執一役 以小勝多,以弱勝強,命贈天下 六國諸侯為恐項羽追究 敵戰之罪, 紛紛下跪相迎 失陷已辭, 莫敢養死 項羽憑如破古沉執一役 向元帥 向元帥 你三天九戰張寒, 大敗巡兵 都很應該揭曉一下 不如把追殺張寒敗兵的事 就交給我們代勞吧 是呀, 我們盟軍上下一心的 可以繼續乘勝追擊 是呀, 向元帥 我等請賤, 追擊張汗 原來你們除了作逼上官之外 還懂得請賤 啟稟完稅 張汗率同殘兵西徒 向咸谷關撤退 引暴龍罪聽命 滿將在 全領下去, 全軍向咸谷關准發 聽命 願意 所謂窮購莫罪 實不如操之過急 況且我軍將事相當疲累 需要休整一下 不如就由眾諸侯率領盟軍先行出擊 信他們? 等同与虎脈圍 丙兒… 丙兒, 你何須這麼急? 你叔父知仇而報 張汗如今已等同一個死人 何出此言 張汗統領巡軍三十萬 竟然戰敗失禮 朝廷的閹賊趙高 怎會放過他 比徐之以後快 我們還是先行整頓三軍 讓張汗這個昏君和趙高 處死更好 張汗 替我攻陷嚇嚇嚇嚇嚇嚇嚇 你將來哪一事 你就是我叔父在天之力 這個圈子我當日送給余姬 這圈子我當日送給余姬 余姬, 她一定會來過 余姬… 余姬 余姬… 余姬早已私沉降低 沒錯, 早已在張水投江自重 不會的, 你一定會來過這裡 余姬, 就算他真的僥倖沒有死 這場激情一定是三日前的事 如果他沒有死, 他應該走了很遠 而且現在這條紋亂 也不知道他跑去哪兒 亂吹多言 立即通令全軍搜尋如機的蹤影 一定要找到他為止 尚明… 放開我… 在稟皇上, 將銀派司馬恩帶來的美人 已經到達了 果然是絕色美人 不關 另舉一格, 朕喜歡 趙聖相, 果然心得朕義 陛下, 他叫余姬 帶他入宮, 小心事後 是 放開我, 你放開我 放開我… 想不到這個張寒這麼有浸心 對了, 他打仗打得怎麼樣 潰不成軍, 節節敗退 沒理由, 他拿三軍統帥 手握三十萬大軍, 這樣也會輸 張寒這個老闆夫剛壁自容 貪功好勝, 但又領軍無方 就兵敗如山倒 現在居然想用美人來迷惑陛下 好 不, 他是以為他自己會得情嗎 陛下英明當然不會, 美人照仰留下 張寒罪不可捨 趙公, 朕破格封你為乘上 為何你不好好督促他 眉神一心事後陛下 只管內幕, 又怎能把老闆夫聽 依眉神如見, 一定要朱滅那老闆夫三族 然後把他的同黨董毅司馬恩一併剪除 再把兵權交給眉神 眉神就可以補陛下周全 為陛下分憂 到時候陛下就可以和美人盡情享樂 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趙公, 你把韓宇和劉邦倆逆賊的人頭 帶回來見朕 臣子 請佩公立行 佩公, 張槍不自量力 妄想和佩公的人而之師對抗 嚴霍佩公軍情 還望佩公海量汪涵, 搖過張槍死罪 起來, 起來吧, 沒事吧 謝佩公… 這麼乖 你們槍衣本來就說要動員全城老百姓 橫抗到底 怎麼抗抗又不抗, 開城投降呢 那是因為韓宇大將軍日前巨鹿一箭 破虎尋舟, 大敗張韓的三十萬秦軍 韓老弟真的這麼厲害? 既然秦軍大勢已去 我等只好順應天命 開門迎接佩公的義師, 共亢報秦 沒錯, 佩公 卑職曾經接過軍程 說韓宇以過人之勇一日糾戰張韓 殺傷十萬秦兵 韓老弟果然了不起 但是他東路大軍走走北上巨鹿打仗 豈不是無緣無故繞了一個大圈? 鬥遠一點還對 我們不可以搶先入關中咸陽 對呀, 事不宴遲, 一定要加快行軍 這樣不行, 昌宇之所以肯降 是因為韓老弟的神威而已 現在韓老弟血戰沙場, 打生打死 我們又成人之危 做人沒理由做到這麼無道義 那怎麼辦無道義? 現在韓宇自己要去打張韓 反正不是你逼他去 那… 培公, 如果你只是顧及到 和韓宇的兄弟之情 故意拖延行程的話 那就是有為懷旺 先入關中者為旺的盟約 亦對不起我們這群 和你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更對不起相信你的天下萬民 培公, 增添了喜和兒戲 有請培公立即下令 全軍出行, 以免有所言 有請培公 走吧… 一天, 留在心中暗容 前著不解的夢 懷念情已終 情患在, 難的黨家國務 仇患在, 懷來今子有風 情欲真有幾重 還問此心有幾龍